在今天晚上18点20分的时候 在本所新荣路二贯10号前 接货民众发案 该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冲撞进入民宅杂货店里面 造成三大一小的民众受伤 但对于民众受伤的情形 大多都是失列伤比较多 小孩的状况到目前为止 像医院所讲可能情况比较严重一点 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这个车祸事故经本所前往医院 对驾驶人实施酒车之后 确实有饮酒驾车的心情 所以据驾驶人所称 是精神不去又酒后驾车 所以才造成这场车祸 警方也在此呼吁 中秋佳节全夕将到 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